來 先生 警察 說什麼事 手機要出來 知道了 警方衝進超商 打斷正在座位區談話的一男一女 手機要出來 男子謊稱沒有帶手機 下一秒馬上被打臉 又是典型的假投資真詐騙 台中豐原分局最近一週內 連續查獲三名車手 但是都屬於不同集團 他們都用類似的手法詐騙 不乏獲利總共210萬 透過通訊軟體加入投資的群組 希望藉此學習交流及理財方式 但該群組介紹的投資公司 只是詭異 要求民眾向金融機構提領現金 投資公司會指派投雇專員大府面交 警方在19歲連姓男子的身上 搜出好幾張假的工作證 同樣假冒投資專員的 還有42歲黃姓男子 以及一名未成年少女 15歲女性少女身穿OL陣裝 國中載學後 她就被吸收進詐騙集團 小小年紀誤入歧途 也被逮個陣著依法送辦 TVB的新聞中部中心這麼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